好 主播各位觀眾 趕快帶您關心 現場最新情形 民進黨及台北市長 候選人陳時中 今天晚間到了大職 來廟口開獎 不過講到 有人當面跟他嗆聲說 你害死這麼多人 怎麼還出來選舉 一度哽咽 一起來看看這段畫面 也有人當面跟他嗆聲的 說我害死這麼多人 怎麼出來選舉 是因為你說 我聽到這個時候 我心裡很痛 但是我會感到 也是不敢 以後講一下 也是不敢靠好出來 加油 可以看到陳時中 是深情的看著台下的觀眾 而支持者也幫他加油 不過陳時中也主動提到了 被爆料這根人妻的牽手照 他也主動跟選民講說 就是一般的朋友聚會 更強調他知道 為什麼藍營要攻擊他 一起來聽他怎麼說 今天在時就說 人我跟他牽手這樣不對 我給大家報告 是在 譬如說 這路走來 在路人人跟他牽手的 是很少的 所以這是真正的情形 愛港的情形就是朋友聚會 大家也是一般的 集集價收工很高興 就是這樣聽 有的人那是公開場合 公開場合 我在判斷的時候 拜了我這個辯論 表演得太好了 大家說行不行 說自己表現得太好了 才會讓對手很緊張 這樣的理由 不曉得許曉星聽了 會不會做反駁 以上是現場的最近情形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